半个世纪的艺术传承打造了一个舞台传奇 缠绵哀晚的黛玉藏花 痛彻心扉的宝玉枯林 谁能够忘记这一幕幕经典 2008年是乐剧《红楼梦》首演50周年 当时上海乐剧院和各方联合举办了一个活动 名字就叫做《红楼梦》园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当年这个活动的二位亲历者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要和我们说说他们和《红楼梦》之间的园 让我们欢迎乐剧名家 钱惠丽 您好 钱老师 您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还有一位也是当年活动的策划者之一 也是我的同事 杜竹敏 您好 小杜 大家好 首先我要问问钱老师 我们很多戏迷朋友都知道 您和《红楼梦》之间的情缘 可不是一般的深的 对不对 那是 因为从小听着《红楼梦》长大 然后由于自己喜欢《红楼梦》 喜欢乐剧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红楼梦》电影在我们家乡开始播放 我们就不管有多少离地 我们都会走到奔向那边去看《红楼梦》 都是走过去的 都是走 以前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 都是走过去看的 然后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其实呢 乐剧呢 最早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记忆的 因为我父亲他酷爱乐剧 我们的家乡又是在绍兴 然后到处都能听到乐剧的曲调 但是那只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记忆 但是真正喜欢上乐剧 还真的是《红楼梦》开始的 我要问问小杜 小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乐剧 开始喜欢《红楼梦》的呢 其实我刚接触《红楼梦》 那是很巧合 我还是读小学 刚读小学的时候 从家里翻出一本那种说的小人书 我们家也有 对对对 就是那个《红楼梦》那种剧照拍下来的 就是电影版 然后我就是第一次知道乐剧 这个剧中 第一次知道《红楼梦》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太喜欢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红楼梦》 喜欢乐剧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那里有一张那个王文娟老师演的林黛玉 她进府的时候一个特写 穿了一个披风 然后这样低着头 我觉得真是太漂亮了 怎么有这么漂亮的美女 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王文娟老师的林妹妹 好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最早的版本 《虚妄版本》开始喜欢看那个 看这个《红楼梦》的 你比我早 我们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些演员 他们都是从《红楼梦》开始的 我们小杨平也是 对对对 王志平他们 张若鸿他们 好多 我们现在周围也有很多很多人 都是从《红楼梦》开始的 戏米也同样 对对对 戏米也是 他爱好乐剧就是从《红楼梦》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啊 真的就他本身而言 他是一个很好的本子 然后他在那么多年之间 他有着一个 引领很多人进了乐剧这个门的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小杜你当时是怎么会参加到 这样一个《红楼梦》园的活动当中去的 其实我跟《红楼梦》真的是特别有缘 刚才我说了我是看了那个《红楼梦》 然后喜欢上乐剧的 然后我当时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喜欢乐剧 就去乐剧院实习嘛 正好和乐剧院和电视台有一个合作 做一个两集的类似于专题片 也是关于《红楼梦》的 当时好像还是惠丽老师第一次带我来电视台 然后就是开始学着写那个串联稿 写文案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比较多的 接触了一些乐剧院的相关的活动 然后就是参与了这样一次《红楼梦》园的 可以说你们二位跟《红楼梦》这个缘分 是特别的早 而且可以说是挺早的 他还是上学的时候 其实《红楼梦》五八年的时候 我还没有出生 手远的时候咱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 《红楼梦》开始向大家开始 公开可以播放的时候 我才知道 可以说是真的是万人空想 家里哪有 家里没有人的 吃饭都可以不吃 我听老人讲过 真的真的 然后电影院他就24小时播放 那环是全日制播放的 就这样的 24小时 有的人买到这个半夜的票 都有 这个真的无法想象 我觉得 我还好 我看到了白天的 晚上嘛 晚上看是他们送戏到乡下来的 我在网上也能看到 我们还是 当时除了电影以外 还有广播 广播也 全方位的接受 广播也是这样的 当时当然那时候白天还在读书 白天还没有机会听 只是在起床之前 广播放了听到 晚上睡觉以前 广播放了听到 我记得有一个细节 我记得我在那儿读高中了 大家都读书都很辛苦 都紧张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因为是听这个戏 晚上睡得晚 早上很早就开始听 熬夜的戏 就在上课的时候 就想 就很困 很困 我就这样子 就这样 老师就是 你怎么像个林黛玉 老师也在想这事 当时不理解 我觉得林黛玉是相思病死的 很没脸 我就很没面子的 你怎么说我这个样子 估计老师也挺喜欢 林黛玉这个角色的 大家都喜欢 第一反应就是林黛玉 你在打科手在想 老师在看你们 也在想这个事 你看 从58年到现在 都50多年的时间了 其实是当中 《红楼梦》这个戏 也经过了很多阶段的改变 我不知道二位 这个不同阶段的改变 它会给你们带来一些 新的感悟 或者是新的感受吗 因为版本也不同吗 我觉得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我不管你怎么改变 我觉得还是离不开 就是老师们原创社 就是50年前的那个版本 我们现在能保持那么久 能够做到九眼不衰 也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我们许王老师的那个 就是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 这个电影的这个版本 我们1999年尝试着 重新进行改变包装 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新版《红楼梦》 那时候确实也是起到一定的轰动效应 也吸引了一些 从来没有经过乐剧场子的一些观众 《红楼梦》也有它的一定的特点 因为它把整个甲府的新到衰吧 这个过程就全都能够体现出来 我记得第一场是原非省亲好像是 对 原非省亲 场面红楼大那个 因为上海大剧院它不同于一般的场次 那么可以把这些非常豪华 豪大的那种感觉 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演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经典版 我们现在叫经典版的这个版本的《红楼梦》 是演的最多的 也是可以说是最最耐看的 你想一出来 黛玉一金服 几句合唱就把这个人物性格全都刻画出来了 不可多走一步路 不可多说一句话 对不对 林黛玉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一个脚步要走出去了 马上缩回来了 这么小心翼翼的在甲府做人 就马上把林黛玉的个性就体现出来了 但是这个就是挺遗憾的 我们在1999年大剧院版的《红楼梦》里 就没有 因为它没办法 这个时间差 它后来那个天上掉下个里面 是把它移到全局的最后去了 我记得是吧 这只是原来观众一个梦而已 因为大家太熟悉这个唱段 你觉得没有就不是《红楼梦》 不完整了 所以后来就动了个脑筋 把它放到全局的最后 变成贾宝玉的一个回忆 08年的时候 你们有好几个版本了是吧 就很多版本 包括钱老师和杨平老师的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版本呢 就是剧本是不同 剧本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徐静老师的剧本 《演员换了》 《演员换了》 因为乐剧大家都知道 《演员换了》 《流派》就得换 对 所以就是一个版本 就是徐王老师的版本 我们演的 我像杨平 还有王志平他们 郑国锋 曾经也有个版本是 方亚芬也演过 他们演过《贾宝玉》吧 我记得 方亚芬演过《贾宝玉》 就演过《黎戴玉》 这不是演过吗 他们演过 方亚芬他们这个版本 也跟我们这个版本 剧本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过来很少演的 然后呢 那么赵志刚他们演的时候呢 是这个稍微有一些改动 我觉得还是舞台的导演处理上 动得好像比较大 二度上 二度上 剧本好像也并不是特别 剧本没有什么动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一起欣赏的一处 应该是当时是 钱惠玉老师 然后 单仰平 赵志刚 方亚芬 华怡青 陈颖 就是参加过《红楼梦》 演出过的一些演员 对对对 集体的集体 这个版本就是明星版 对吧 我们一般观众说起来 是属于明星版《红楼梦》 对不对 就要是这么叫 对对对 大家喜欢的演员 你都可以在里面 都可以找到 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观众朋友 一起欣赏的是 2008年的 明星版《红楼梦》 让我们一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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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